虎妞我顺来爱唱歌 而音唱着真紧放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认识简文斌应该说时间非常的长 他是在音乐班里面成长的 当时他就是足球钢琴 他弹的东西就是开放式的 后来他出国以后学指挥 回来的时候在国家交响乐团 他的表现就非常的优秀 作为一个指挥 他的乐器是这样的乐团 然后他工作的对象是人 这个更吸引我 对我来讲他绝对不是一个 成就自己光耀的一个途径 从排练式跟平等生活上的沟通 其实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他的这种诠释方式 令人达到心里面 就说会觉得好像是相话一样 我应该是从小就是那种反叛性 所以我不穿越维护 我不拿指挥棒 比如说参与一些跨界的演出 我也很愿意就是配合剧情 人家讲说你要拿什么 所以鸡腿我也拿过 锅铲然后树枝我也拿过钉子 现在我拿这个是因为中间断掉 老师就剩下短短的一节筷子这样 但是我也不舍得丢掉 因为这个是我妈妈送我的 金老师他真的是有过人的体力 北中南啊然后德国啊 飞来飞去跑来跑去的 可是永远不会看到老师有倦荣 我希望可以找到这个交响乐团 在我们的社会它的价值 我要恩恵的时候更好 那怎么样可以帮我好 就是我要跟比我更好的人一起合作 所以我开始愿意去跟 所谓跨界的人合作 第一个系列他推广挑战 经典国际的歌剧 像华格纳的《紫环》 像理查史特老师的《玫瑰骑士》 我想大家印象深刻的 像跟国光快写时期 我认为他以一个指挥的角度 在提升整个国民欣赏音乐的水准方面 他下了很大的息 一方面NSO他成长 但是他也要有他的知音们一起成长 那么他不只在台湾 他在德国也好 欧洲也好 在亚洲地区也好 他也深受欢迎跟肯定 在德国的歌剧院里面 他是什么一个终身指挥 所以你要很长的谋念 接受到剧院里面的认同 这不只是荣誉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到现在你还是拿着中华民国护照 那对我来讲这个就是责任 我从这边被训练出来 今天你有力量 你就是去贡献 因为我希望他更好 而且我希望比我年轻的一代 比我们更好 所以现在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给下一代指引方向 给他们帮助 能够在西方古典乐坛 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Made in Taiwan的音乐家来说 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 今年得到国家文艺奖 音乐类的得主简文斌先生 他的指挥不只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同时经过他这些年努力 他也努力把台湾的音乐 跟台湾的音乐人 跟国际接轨扩大更大的版图 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 这位脑子非常的创新 有很多新想法 不按牌理出牌的音乐 顽童简文斌先生 而特别为大家介绍的 今天为大家介绍简文斌先生的是 我们国家文艺奖音乐类的评审 曾经也两度荣获国家文艺奖的 作曲家潘黄龙教授你好 郑教授好 老师好 两次得到国家文艺奖 那不小心 哪有不小心的 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得到 你这样讲太谦虚了 我觉得既然有信 能够访问到派老师 也很不容易 两次是很难得的记录 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原来国家文艺奖 是由文件会底下的文化基金 管理委员会来承办 所以我是在1992年得到这个奖 然后后来呢 他们就把这个业务交给了 就是说另外成立了就是现在的国家艺术基金会 那他们大概在1995或96年开始 那所以又从第一届开始办 所以这样那这个我是在2003年 就是SARS那一年我得到这个国家文艺奖 印象很深刻 对没错 而且那一年我还登了玉山 所以给我的印象更深刻 所以潘老师在这个音乐界来说算是德高望重 当这个评审当之无愧 今年其实这位旧文艺先生 他得到国家文艺奖 其实很多人都替他掌声鼓励 不知道潘老师跟他有些什么缘缘 你没有合作过吗 当然有 比方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合作关系 就是2006年 这国家交韩乐团的20周年团庆 那他在前一年委托我写了一个曲子 那我写了一个曲子 我就刚好跟我2003年登玉山有点关系 我登玉山的时候我很想说 我快60岁了 我应该写一个跟台湾本土的乐团结合的 作品 所以我就选了北馆的曲牌 普天乐 然后也正式的把北馆的乐团 搬到了舞台上 跟国家交韩乐团一起演出 这很难 是很难 没错 对 但是就是说我经过了两年的思考 才写了这个东西 就你也做到了 他也能够执行 那由他来 他是他指挥 而且蛮有趣的 他这个委托跟一般乐团的委托 比较不一样的 一般乐团委托 我的感觉 就说常常是10分钟 12分钟 我觉得有点了被一格的那种意味 但是他那一委托就40分钟 他也没再怕的 对 对不对 也就是说他排 而且把这个40分钟排在下半场 所以上半场是Richard Strauss 就后期浪漫派的作品 那下半场就是我这个 那这个风险更大 万一比方说他掌握不好 那说不定观众都走光了 所以他要有那个 有信心 对 没错 所以你跟他合作过 在你眼中 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家 第一个我觉得他非常认真 因为有太多的乐团 委托你就说时间短 然后他看谱 当然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因为你想想看 一个全新的作品 他需要发非常多的时间去读谱 而且读谱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个还需要再沟通 那再来他毫无参考的机会 比方说他熟悉的那些经典作品 有很多大事都演过 对不对 他也可以听得到 甚至一点看都看得到 可以参考 那这个对他来讲 完全是新的东西 所以他需要花多好几倍的时间 才有可能 就是说上舞台指挥 或者是练棋这个作品 然后其实我认识他是更早 就是说我有一年 大概一九九几年 我到欧洲去开会 然后到了科隆 然后碰到陈碧迁 我们台湾的钢琴家 他在那边 他跟我说 今天就是到歌剧院那边 就是那个莱茵歌剧院 有演Peter Edwards的歌剧 《三姐妹》 我到现在还记得 听完了以后 觉得很棒 就跑到后台去跟他恭喜 那我认为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他 结果2006 2007年 我跟国家教育乐团 到新加坡 基隆坡巡会演出 然后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认识我更早 为什么 他说他在1981年 我那个时候暑假 回台湾 因为我那个时候人在柏林 回来 暑假回来 然后刚好有一个夏令营 我去上课 他那个时候只是个高中 不 初中生 他居然来修那个课 上什么课 那个就是一个作曲的夏令营 对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我那个时候还听你在分析 安通威本的作品 对他来说当然是 启蒙吗 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你们渊源很深 对 那可见的就是说 以他一个国中生 因为他还没有尽力砖 他就已经涉略了很广 或者说他有各方面的兴趣 那这个是他跟我讲 我才想起来 那你看他指挥的时候 你觉得他的指挥的特色 跟其他的指挥家 有些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合作过有好几次 包括那个月典的录音 是 然后他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特别是练习的时候 我必须要到 那到的话 我甚至感觉就是说 他对乐谱的掌握非常熟悉 比方说演奏音不太准 或者怎么样 他马上能够分辨出来 然后他的动作 我觉得非常的干净 因为有太多的指挥 可能是花俏 对 花俏很漂亮 但是那个乐团不晓得怎么跟 那他的人是干干净净的 我觉得是比较典型的 那种德奥的那种风格 就是他好像不是一个 很爱拿指挥棒的人 没错 对 因为我有一次还看他 看他说 他手上拿了一节短短的东西 然后就问他说那是什么 他说那是一个断掉的筷子 那是妈妈给他的 对 妈妈给他的 所以他其实他不是一个 就为什么我刚刚开始 他是一个不太按牌理出牌的指挥家 因为他跟我们对指挥家的想象 不太一样 他不是那种会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敲一敲 然后再这样这样 他不是 他就是很随性的感觉 他可能因为他年纪也很轻 因为好像他是 今年国家 1967年出生的 最年轻的 1967年 也是音乐类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可能是最年轻的 所以其实国家 我也跟你讲 现在也是就是 等于是非常鼓励后进 不是说一定要到 老师这样得高望重 然后才可以得奖 我当初得到的时候 我也还比较年轻 是 不好意思 老师 我没有了 我可以要ộ认为 还没了 我可以奖 那我想作為一個指揮 他其實是 我是看了這個公布媒信的小說 完美的藍 他已經是描述到這個棒球隊裡面 那我覺得有點就像一個感覺 一個棒球賽 沒有投出的那個第一球 這個比賽是不會開始的 那這就好像只會 他舉起他的手 然後給人第一個信號 然後我們開啟人手 但是 只光靠這個投手就能贏 或是 能夠把這個比賽打好 也不可能我們還有需要其他的 外野手內野手 還有所有板根的球友 那我到現在 我覺得很慶幸的是 就是自從我開始 在台灣 有機會 為大家做一點事情的時候 我永遠有一批 比我更厲害 而且 願意跟我一起打拚的朋友 沒有他們 我不會 做到今天這個 所以今年這樣其實你們投票 完全沒有什麼太大的爭議 對不對 我們曾經經過討論過以後 幾乎沒有什麼意義 是我參加過的評審會議 最暢順的一次 最簡單的一次 最輕鬆的一次 大家都非常肯定這些年來 他的成就了 的確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他的指揮在國際間 得過非常多的獎 其實我覺得今年他能夠得到 國家文營獎 有一個還蠻重要的理由 是因為他在接掌 國家交響樂團的時候 其實他做了蠻多事情的 老師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他在剛接掌 這國家交響樂團的時候 當時台灣的音樂氛圍 大概是怎麼樣 而那些年他又做了哪些努力 改變了哪些事情 我想可能大家對國家交響樂團的來歷 不是很清楚 其實是當年就是說 在國家音樂廳 基本上是在1987年或86年成立 那那個時候他希望說 有一個國家級的樂團 那當初其實本來是因為 1982年國立藝術學院成立 現在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然後我們需要有師資 然後我們需要有樂團 所以教育部答應就是說 給我們一批人 那個時候當初的想法是 是實驗管學樂團 實驗管學樂團 對 北藝術大是1982年 就國立數學院了 那後來因為藝專跟台士大 都知道有這件事以後 教育部沒有辦法了 就把45個人分成三個學校 所以在1986 三個學校各辦了一場音樂會 然後要選一個樂團的總監 又把它併在一起 那結果是選到了 我們北藝大的請來的指揮 因為當初我們是跟 法國科技文化中心合作 請到Akoka 後來就選到Akoka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這個樂團 其實是很好的樂團 很可惜他任期屆滿了以後 就一直在換總監 那每一個總監來的時間都很短 就變成一個沒有長期規劃的一個樂團 然後一直到2001年聘了簡文斌 那簡文斌當年已經在國外有了 就是他那個來音歌劇院 對 所以他來了以後呢 就陸續推出了 比方說發現系列 歌劇的系列 比方發現系列就是說 以一個作曲家為標題 然後每多久就有一場 這個作曲家的作品 那這個他敢擺到最後面 那這個都需要有點魄力 那這一方面 然後這些不夠 我覺得他後來還 就是說跟本土的音樂結合 比方說他那個什麼 跟國光劇團的結合 所以快雪石琴 那就跟京劇結合 然後也跟原住民的 很久沒有記錄了你 對 然後兩天因為推出了那個 那個金西文的 黑豬馬街有沒有 黑豬馬街 那個是本土的歌劇 那裡面用台語跟用英文 兩種語言唱 那這幾個都是在他任內 然後後面還有關出版的 就是說他把樂團演奏的 國人作品 出版成樂點的CD 那現在我看到的 已經到第七集了 那聽說已經在做第九集了 那這些可能就是 將來會留下來的 或者是跟國外交流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料在那邊 那這總統我覺得他把這個樂團弄 就是說訓練成是一個一流的樂團 然後也帶這個樂團出去 比方說他也曾經是日本 薩波羅那個什麼雜晃 那個太平洋音樂節的總監 那也把這個樂團帶那邊去 那就是說這個打開了那個 這個NSO的知名度 我覺得也是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揮家 所以我這樣聽起來 我會覺得說 今年他之所以可以得到這個 國家文藝獎的肯定 這個原因不只是他在音樂上的成就 就當然他在音樂上的成就 是無庸置疑的 因為你剛剛已經說了 他做了這麼這麼這麼多的作品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造就了一個環境 對 就這個環境 不只是對音樂人而言的 同時也是對於聽眾而言的 那他想要把這個事情做得更大 不只是這一個團裡面的人 就是這個圈圈裡面 對 就是這個圈裡面的故事 那你覺得他的這些東西 是因為他個人本身的個性使然 還是有些什麼原因 我覺得這樣子 一個偉大的或者是一個好的指揮家也好 作曲家也好 多少在年輕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叛逆性 所謂叛逆性就是 你覺得是這樣 他會想到更多 比方說他曾經講過 在那個頒獎的時候 他說他那個時候還 還在藝專的時候 那個是國藝藝專 我們在就是要考老師進來的時候 那在考老師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是學生要上去當實驗品 就是要讓老師來指導 讓那個來考試的老師來指導 那我就被選上 然後我就談 那那個來考試的老師 他就陷在那邊彈鋼琴 然後就講解他 就說我覺得彈鋼琴應該怎麼樣 那他有很多很習慣的動作 然後後來換我要彈 讓他來指導我的時候 我就完全用他的動作來彈 然後他就一直在不斷的糾正我 你不能只要怎麼吃個車嗎 什麼 結果 那個老師出去以後 陳老師這樣 叫你 挑明到了 有點像做惡作劇一樣 那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滿有想法的人 那有個自主能力的人 將來就比較有可能有一些作為 那當然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下的功夫一定比較多 那他有好的鋼琴基礎 所以有很多譜 他直接可以用總譜 在家裡自己可以練習 可以自己先做了很多不同的功課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他成功的因素 他其實會非常多種樂器 對 沒錯 那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對指揮家也好 作曲家也好 多學一樣樂器對他絕對有幫助 比方說弦樂器他也學過小提琴 是 那小提琴是 弦樂其實占樂樂團的大概百分之六十 然後他又學了管樂 那管樂也分量相當重 特別是到了後期浪漫派以後 那非常磅礴的 那個就靠管樂來支撐 那這些他還學過薩克斯風 或者是什麼 他當兵的時候 還學過很多其他的樂器 對 我覺得現在當兵 這他來都蠻有幫助的 他那個時候可能因為義工隊的關係 他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所以這些東西對他都是個養分 都是養分 所以難怪說他很容易地就駕馭這個樂團 那這些樂團的人會喜歡他 因為他懂的這些不同的樂器 而且好溝通 對 沒錯 然後這些懂的樂器以後 將來這樂團的那個音量的平衡 或者說音高的掌握 這對他來說其實就非常重要 我具有自己的那個普天樂為例 因為你想想看 北館的樂隊 北館的樂隊 基本上就是那種野台戲 野台戲搬到音樂廳來 他們真的是完全向前衝了 就是根本不管你了 所以第一次的演出 我覺得慘兮兮的 把那個一百個人的樂團完全淹沒掉了 但是其實不是只演一出 所以後來到新加坡演出的時候 那個音量的平衡就好了很多 那這個是需要一點時間 就是說因為兩個屬性完全不同的樂隊 然後特別是連看的譜都不一樣 因為他們用的是文字的譜 那這邊用的是五線譜 你想看 那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都還是音樂 但是如果是跟京劇又加上 還有唱腔的這些 對 還有鑼鼓點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看起來很簡單 很風光 這台上比一比就下來了 其實那個下了多少功夫 才有可能做到這個地步 是 今年姊姊得了這個 國家文藝獎音樂類的得主 然後我想頒這個獎給他 一定是對於他 除了是一個鼓勵之外 也是對後面的 想要追隨音樂的這個腳步的年輕人 或者是後進也好 一個可能想要樹立一個典範 對 沒錯 因為為什麼他能夠得這個獎 他到底對於台灣音樂界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國家文藝獎 非常想要對外訴說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你也可以這麼做 對 的確 其實你也可以這麼做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可視rals 抽象畫可以說是廢話中的純粹植列作 因为它具有自由又纯粹又很真实 因为它把画家的内在的感情把它传达出来 抽象艺术可以是说 人类文明在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那么当然这个抽象的概念 促使人类开始抛离了这些形象的文学的 乃至于一些宗教的束缚 开始回到形色韵律本身 从50年代末期开始启动 然后到60年代达到高峰的这一波 我们台湾称之为现代绘画运动 其实就是以抽象艺术做主流的 那么抽象艺术这样的一种概念 对台湾的前辈画家来讲 事实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陈振雄的初期就是受到这些前辈画家的影响 但是他很快地透过自己的阅读 包括康宁斯基的这些抽象艺术的精神性等等 他很快地就在台湾整个抽象 绘画运动当中扮演一个先驱角的角色 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将近有60年了 我都从来没有这个便捷或是妥协过 艺术创作其实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很久的马拉松的事的开拓 不能说你做了做几下 很爆发力很强 然后我就无疾而终了 应该是要像他这样子 就是那种持之以恒的心理 不断地去做下去 我的意识主要就在看守 我传达我的内在经验的真相 你就是在探索内在世界的奥秘 把不可见的内在世界化为口见的视觉存在 他的这个思想观念是 以死寂静 绝不是那种墨守成规而已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于一个从60年代 70年代崛起的艺术家来说 一直到2000年以后来来 甚至于到2013、2014 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种心态 你不能老是满足已经建立的风格 你必须要再突破 这样才是真正好的画家 台湾抽象画的先驱陈正雄先生 今年已经80岁了 他坚持着绘画这门艺术 已经超过一甲子的时间 在不同的绘画阶段 都楼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记 曾经也得过在艺术界 有奥斯卡之称的 佛罗伦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 两次 这么厉害的人 今天我们要好好访问他一下 欢迎陈正雄先生你好 你好 初春先生好 你好 另外是我们今年国家文艺奖 美术类评审团的代表 萧琼瑞教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其实两位认识很久了 因为我有看过萧老师的一些作品 就是文字上的作品 他对陈老师是非常的了解 你的作品它都如数家珍 然后每一个都能够很深入地分析 是 是 艺术界的好朋友 好朋友 OK 其实我们刚刚说 老师在这个艺术界 就是在绘画界已经经营了有一甲子 六十年之久了 其实当年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学画 想要进入这个艺术环境的时候 其实抽象画是一个很冷门的范畴吧 是吧 老师 没有错 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毅然决然地想说 没人做的事情我来做这样的 我开始的时候是画写实画了 但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读了一本日本的一个 知名的现代画的大师 叫做甘田先生 他写了一本《今日意识》 我才那里 他第一次看到有抽象画这个东西 后来就看到《Time Magazine》 有时候《Life》也常常看到抽象画 但那时候台湾没有人搞抽象画 那么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开始看到抽象画的创始人 看电视机 他的那些自文明的那些理论的书 叫做《意识的精神性》 我就真正地了解到抽象画 所以我就爱上了他 所以我就慢慢从具象慢慢地 转变到抽象 是 野兽派立体派以后再转换成抽象画 因为野兽派是把色彩解放 立体派是把形象解放 当色彩形象两个解放了以后 那个抽象画就淡失了 所以我从这个理论上 我了解到这一点 教授对老师就是研究真的很深了 要不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老师 其实在这些年来对台湾抽象画 到底赋予了什么样的影响跟意义呢 讲到陈老师 但是他在台湾的这个抽象艺术 是非常重要 那么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他是在抽象艺术当中 在1960年代 台湾在摸索的过程里面 他能够真正掌握原点的人 因为他的日文 英文的基础非常好 所以他从这个原点当中 掌握到这种理论的一个精神 所以他不是只是去看画学画 所以他能够把这个精神 做非常好的发挥 那么第二点是 他具有一种国际性 那么也就是说最少 这一个整个华人 能够在五岳沙龙里面 受邀展览的 除了我们认识的赵无极 朱德群之外 那么第三位就是陈老师 但是陈老师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在全世界的这个议坛上 那么有非常好的交往 所以他有一些非常好的 世界级的这些艺术家 都是他的朋友 所以我从这两点来看 那么陈正雄老师的确是台湾在抽象艺术方面 那么既具有理论 那么又具有国际观的一个重要艺术家 那我们不如让作品来说话好了 我们来讲 我们来看一幅其实是老师早期 1967年就是这一幅秋歌的作品 对 这张算是我比较早期的抽象画的作品 那么那时候我是想用中国水墨画的那种渲染 还有中国的书画的意见来表达秋天的那种感情 那请问教授如果是您会怎么看这个画呢 我想这件作品里头很重要的 有一种力量 那么这力量来自两方面 一个是笔触 尤其黑色所构成的 那么就是刚才陈老师讲的一种中国式的书法 的这种力动 那么这也是当时这个台湾抽象艺术在起步的时候 那么非常多的艺术家都想要去尝试的 那么这个有它当时的时代性 那么第二个力量来自空间 这个作品当中 你看这个黑跟白之间的一个强烈的对比 所以它拉出了一种空间的氛围 那么抽象艺术里头 主要的是一种意念的东西 它不是去抓一个外在的形象 那么就好像我们在以往 那么画一只鸟 我现在现代艺术里面我不画鸟 我画飞翔的意念 那么这个秋天有一种意念 我不一定要去画稻草 但是我有那种稻草成熟之后 那个稻米成熟之后 收割之后那一种秋天的矿位 所以我觉得这件作品 掌握一种成熟的 甚至带着一个在成熟达到一种高峰 那么那一种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极端成熟之后 也会有一点点死亡的那种可能性 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在这里头掌握得非常好 其实刚刚教授有提到说 老师在这个话谈 朋友非常非常多 我认识那些国外的那些世界知名的那些大师 我认识也有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 很多国家英国的也有 那么我总是觉得物以类聚 但你的作品被跟你走的方向一样 你都看到的时候就很容易 在展览会场上 他说这是你的话吗 我说是 然后大家偶尔交个名配 那么就聊起来 那么我也经常去拜访他们 在美国在巴黎的一些画室 那么跟他们交谈 那么交谈并 只要是我在解读 解读这些大树的大脑 他为什么要这样画 为什么这个必要这样画 我就要研究这个 并不是真正跟他聊天和咖啡 我只要是在解读他的大脑 那么这样的话 给我吸收不种养分 那么对方也是好奇 他说你这个线条是怎么勾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水墨画 就是线条是特色 但渔画你很少靠这样有线条 那么他说你怎么这么细 而且有速度感 那么这个又这么粗 你就怎么画 那么我也不想真正告诉他 我说我是不小心 不小心画出来的 那么他们也就笑了 也不会再问我了 至少我是用的工具很多种 不是传统的那个画刀 或者画笔而已 那么我还用那个磁石用的 那个大筷子 炸那个支牌用的那种大筷子 我也用 你也拿来画画 对对 还有滚筒 滚筒 滚筒 我也拿来用 那么而且我画画 不像一般的画家 坐在椅子上这样子画 我是蹲着 或者站起来 有用甩吗 你做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技巧 也跟人家也会不一样 这样才能表现 我所要的东西 所以这样可以很自由地飞杀 尤其是抽象画 我觉得它是最自由 最纯粹的东西 我必须要这样的一个方法 才能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老师也教了很多朋友之余 其实有很多事情 跟很多收藏都成为你人生当中 很重要的养分 比方说据我所知老师收集了非常多 原著名的文物 这个当时的机缘是怎么样开始产生的呢 我在研究那些像皮卡索 或者什么马蒂斯他们的 Paul Cray 这些大师的 他们的创作的历程以后 我发现他们都必须融合不同的文化基因 就像我们生物科技的金工程一样 那么像皮卡索 他就融合非洲艺术 跟欧洲艺术把它融合起来 那么马蒂斯也是一样 他也是欧洲艺术跟阿拉伯的图案 融合起来 所以我是觉得 那么我们台湾的话要怎么办呢 我们不需要去非洲 我们有台湾原著名嘛 可能原著名就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原著名 所以我就到南部那个排湾族 北南或者北南族 那么塞下族 每一个部落 我去做田野调查 那顺便去收集这个 台湾原著名的这个意识品 那么因为台湾原著名的意识品 是有两大特色 一个就是它的色彩用得很鲜艳 而且对比很强烈 就是我们文明人比较 可能没有这个胆量去这样用 第二个就是 它有充沛的生命力 也就是活力 那么我讲这个东西 我应该可以融入我的作品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穿作 最重要的就是要融合 跟不同的文化融合 这样你才能展出新的幽化语言出来 所以教授其实你也看得出来 他的作品在不同的年代上 有了不同的养分 就会有不同的变化这样吗 爱着火焰这个 那么基本上它来自原住民艺术的启发 但是原住民艺术从哪里来 从台湾的丛林来 台湾这种丛林的感觉 那种茂密的一种植物的生态 阳光照射的感觉 那么这种红花遍野的那种生命力量 就是原住民整个艺术的源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陈正雄老师 一方面从原住民当中去抓这些养分 二方面他也无形中表达了一种 属于台湾特殊气候底下 特殊的生命力的那样的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是来自于台湾这块特殊土地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 一个作品画得再怎么好 结果一看就很欧洲 但是它的东西不会 它的东西给你一看 这是宠明的 甚至有一些是属于海洋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这种东西有一种透明性 有一种流畅性 那么所谓的透明的意思不是说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边缘 那种绿色的之间的那种层次 那这个东西是因为它已经不同于 我们刚才讲丘哥 丘哥这个完全是油彩 它现在这个已经是亚克力 那么对于亚克力的使用 我想这个陈正雄先生也是非常特殊的 他拥有一种科学家的一种特色 他为了要学习这种亚克力的使用 他是到美国去跟那些工厂 跟那些祭司去学习去讨论 所以我想这个当中 艺术里头有一种树的东西 那么那时候技术层面的 但是它达到一个精神的高度 这过程应该很好玩吧 很有趣的 对 开发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当初那时候 刚开始用亚克力原料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懂 那么你就看书 我是买了一些书来看 他说还不如去请教美国的科学家 那么他是对这种亚克力原料很有研究 那么我就把亚克力原料的特性 他告诉我 那我就知道我要怎么样去掌握 要加上什么美材 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科学作画 不是说只是凭感觉而已 因为有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 想要呈现的画面 你手要做得到 然后你对这个材质的了解 你要怎么运用它 为什么有的材质 你可能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做到 有的材质你就是得使劲吃奶的力气 它才能够画出那种灰洒的感觉 那可以再以这个 这个是咖啡时光吗 对 我想咖啡时光这件作品 是非常特殊 这一个英国非常知名的世界 有名的一个一品家 也是艺术史家 叫苏利文教授 他这件作品是他拥有的 那么这件作品 一直在他过世之前 一直摆在他的客厅 那你想一个西方的艺术史家 特别喜爱这个东西 他甚至写信来告诉他 告诉陈振雄老师说 他每次有朋友来 他就介绍他这件作品 我想这件作品就好像他的名字 取得所谓的咖啡时光 它是一种人的心境 一种在我们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 那么一个片刻的一种沉淀 那么在这个沉淀当中 也许也有纷乱的某些东西 但是他也有一些正在沉淀的东西 所以陈老师这幅画 你真的是都是在夏天的下午 然后每天一直喝咖啡 一直喝咖啡这样画出来的吗 我画画都要喝咖啡的 这是真的 对 那么我很喜欢咖啡 所以就是把咖啡时光 也就是在我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的那种 那种心情 那种情感 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的意思主要就是在 在传达 去探索我的内在经验的真相 我那时候想什么 我要把它表现出来 那时候是喝咖啡 是非常潇洒 在喝 尤其是画画 刚刚画完了在休息的时候 喝咖啡 开心 把那种很 觉得很潇洒 又很清静的那种感觉 还有咖啡的那种 浓香的味道 也喜欢把它发出来 所以 发过一个大书人 也是拼人家 叫做龙博 他说看我的抽象画 他说不但能够看到一些东西 而且还能够闻到味道 香味 我觉得今天这样做完访问 我好像也比较能够理解抽象画的意境在哪里了 觉得也学到了不少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其实是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系列里面 也是这一整个系列里面我本人挺喜欢的 就是数位空间系列 这是你90年代的作品 当时你是有怎么样的idea 又跳脱出你之前不同的风格 做出一套新的系列 好 这个必须要从川系列说起 我先有川系列 然后再有数位空间系列 所以从川系列演变到数位空间系列 只是50步100步之遥 很近 那么我要先谈为什么当时我会有川系列呢 因为1992年 俄罗斯的那个艺术交流协会的会长 邀请我到俄罗斯去访问 那时候我有生第一次到俄罗斯访问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博物馆 美术馆教堂有很多的顺像画 那么我是第一次看画有这种 一张画里面又有一个方 长方形的 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是比尔盖茲 他的宿船刚刚出来 那么我的孩子一天都在看宿船 那么我就想 这个宿船就跟这个顺像画的 那个长方形的观众很像 从Windows系列 Windows 对 Windows 对 我们有了电脑有了穿以后 我们是进入网络的时代 你可以从船里面看到很多外界的世界 我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构图 顺像画的构图 那么这里面我要带什么进去 我就想我要让外国人能够看到中国的历史文化 那时候我就想到糖菜的糖草的款草 因为款草是最自由的书法 也就是说我把中国的书法和西方的抽象加以融合 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我第一次拿到波罗伦斯国际刷展 他们觉得就是抽象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很新的一种 他已经跟一般的抽象画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 所以他就颁给我那个最高的奖 就是《中生艺术成就奖》 那么过来两年他又邀请我 这次我不能再拿穿 我想再突破一下 就想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再讲世卫 世卫时代 世卫的信息 那我就想我用世卫空间来表现 那么我那时候想要用什么颜色 那时候我正在疯狂地在收藏清代宫廷的服饰 所以很多人不晓得我这颜色从哪里来 我的灵感是从中国的龙袍茶屋的颜色来的 那么因为这两个是对比色 然后我用樊色来代表这个土地 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土地 然后我用它来代表海洋天空 樊色跟蓝色就是我们人类现在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那么我还要表现我们这个世卫的信息时代 那么我就用下面沙文植的地方 可以说是 提出我就用中国的司法来表现 这样的话我这张画就是可以说是表示用来象征我们现代人所制的网络信息时代 世卫信息时代 那么这张画我送去呢 他们 杨如问我你这个环兰是不是瑞典的那个国旗啊 我说我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这是中国的宫廷巫师 他反而大悟 他说这张画很特别 厉害 那么我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又第二次给我最高的终身证证 所以我是不小心就碰到了 所以才有两次了 我觉得他应该也没想到 你看第一次颁给你的时候想说终身艺术成就奖 可以了可以了 就是已经算是真的是很高的奖项 通常一个人一生只能得一次终身成就奖 没想到想两年之后我们又要展览了 想说好吧 那我们再邀请一下两年前的终身成就奖得主 搞不好还有新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 又吓死人 又这么厉害 不能再不能不搬第二次给他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被你的作品吓到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不小心碰到了 真是谦虚 不然我做目都没有想到说我能在国记长里面得奖 可能那个时候第一次得奖的时候 我德国的画家朋友打电话给我我都不相信 我说今天大概是育人节吧 你再跟我开玩笑 因为五六十个国家 那么六百多张画 那么要碰这个音区 我觉得也很难 只是我的那个想法是对了 要把中国的文化历史感 要把它展现出来 我这一点我就想对了 那教授你觉得像陈老师 你看他都已经得着这两次终身成就 其实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十五年前 而他其实就是2014年才得到国家文艺奖的肯定 你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得到国家文艺奖肯定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想台湾非常令人感觉骄傲的 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岛屿 这么优秀的艺术家这么多 那么事实上台湾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层面上 台湾人不是只会做生意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体育 在舞蹈 在音乐 在电影 那么同样的在艺术上 人才非常多 那么当然国家文艺奖每年都颁给杰出的艺术家 我认为这个当中无所谓先后 陈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不断的超越 不断的超越 这个超越就像刚才讲的 从一种比较豪放的 那么一个延展性的 变成一种比较冷静的 那么甚至带着某一种比较硬边的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当然在这个里头 我们是看这个小作品 事实上这个作品刚才在讲 跟一张床一样大 跟一张床一样大 一个这一个弹簧床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给人家一种震撼的感觉之外 也让你面对这样的黄色蓝色 那么你的心情会沉淀下来 很多人会说我看不懂 没有看不懂 你就是看到黄色 你就是看到蓝色 你就看到一些线条的书法 老师最后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是如何能够画了 你看60年都能够保持这样子的热情 到今天我们都还说 老师怎么看起来都不像80岁那么年轻 他说因为我内心18岁 就是你到底是保持着什么样的能量跟活力 可以持续到现在 因为我之前很坚信抽象化这个东西 因为我刚刚也讲过抽象化是最纯粹最自由的一次表现形式 那么我经常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 我总是觉得我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上课 一直在选修新的学会 所以我觉得我永远不会退休 我是这样一个心态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的话 你没有办法突破 有些发现觉得 我现在年纪大了差不多了 也没有什么好便了 那就错了 应该还要不断地突破 融合出第一阶段 以后要不断地颠覆突破 然后才有不断地有新的内容 新的后果出现 再次恭喜老师得到了国家文艺养的肯定 我觉得这是一件知之名归的事情 不小心不到 谢谢老师 谢谢教授 谢谢两位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